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室內的 那麼如果說你要比較隨興一點 當然反正你家要多大 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現在雖然錢是沒有那麼多 但是在裡面畫圖沒有任何限制 你們家喜歡100坪就100坪 來我們來試看看 你可以在你現有的這個戶外的方 旁邊就直接畫也可以 比如說我這邊還記得怎麼縮放嗎 操縱按摺對不對 滾輪往後退是不是就縮小了 這樣比較快一點 好 假設我在戶外的花園 那我們要畫 一般來講通常先畫牆壁比較多 因為地板的限制多一點點 所以通常我會先畫牆壁 那你點了之後 他也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有四點要注意 但是這四點大家一瞇眼 眼睛絕對不會看 只會按確定這樣而已 我就先不用讓各位看 來 點一下 如果你想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就先做一個什麼牆壁 你看我點一下 一拉有沒有出來了 點一下放開就好了 那上面這個呢 預設是公尺 有看到的 單位是公尺 所以你們家看一下幾公尺 隨便你啦 加比較大一點的 你又拉遠一點 好過來到這邊 有沒有 你也可以繼續往下 假設我到這邊就好 然後在這裡到這裡 這都是比較矩形的 那麼如果說你有比較特殊一點的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有些那個 有弧度的 對不對 有些地方會有需要弧度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子 按住Ctrl鍵 就還沒有點下去之前 假設我要點這一點 可是我還沒有點下去之前 先按住Ctrl鍵 按住Ctrl鍵不要放 這個時候我再來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變成弧形了 有沒有 Ctrl鍵按著之後 你點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Ctrl鍵就可以放開了 好就可以放開了 你就可以移動一下滑鼠 決定什麼 你的那個弧度 這樣了解嗎 好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104 可是我想105怎麼辦 按下鍵盤上的Enter 給你用打的 有沒有變成用打的 105 是不是打進去了 你打完按一下Enter 他這個就畫好了 有沒有這角度就固定起來了 那你到最後呢 比如說這裡還差一點點 我們就出來一下 好到這邊 就把它結合起來 點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弄完了 你可以按一下鍵盤上的ES7 或者點兩架都可以 不過我剛剛有發現 我這邊並沒有把它填滿 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有破一個洞 有沒有 這裡我有破一個洞 所以我把這個稍微拉過來 你點到他之後 如果你是這樣水平移動 可以 但是呢 這樣會連後面都移 你看一下 如果我直接點到這裡 一移 有沒有連後面都一起動 有沒有看到 連後面都 如果你只是要調那個節點 請你滑過來的時候 本來是這樣子移動 那你看我在前後的點 有沒有變成這個圖示 這個時候就是移動那個端點而已 有沒有發現我移的是端點 有沒有 我移的是端點 這樣就不會了 欸 這樣我就把它接起來 為什麼要接起來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裡面 房子裡面總要地板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用我們剛剛這個地板工具 還要再繞一圈 有沒有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 用這個 只要你是封閉的 有沒有地板就畫好了 我只是點兩下而已 這樣了解嗎 當然你顛倒過來也可以喔 就是我先有地板 比如說我這邊先有地板了 然後呢 我要畫牆壁 我就只要在這個地板上 點兩下 有沒有 這自動包圍起來了 了解嗎 但是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 因為我們的地板 沒辦法直接畫出這種圓弧狀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 只有牆壁可以畫圓弧狀的 以這個軟體來講 只有牆壁可以畫圓弧狀 所以我們通常 比較常見的做法 都是先見牆壁 先見牆壁 再來產生裡面的地板 這樣是比較快 那地板本身呢 除了我們剛剛的設定外 你看一下我們的牆壁 你看這裡 牆壁 牆壁也有厚度吧 對不對 點到它 假設這裡要通到那個外面 你就把這邊牆 刪掉就好了 我剛剛封閉起來的目的 只是為了什麼 方便 它是一個封閉區 我能夠產生那個地板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你看我點到這個 點兩下 你看 這是有關於地板的設定 還有那個牆壁 就是牆面的設定 牆呢 預設的高度是250公分 然後它的厚度是14公分 都在這裡 都在這邊 那麼牆你還可以設定 左邊的牆 右邊的牆 它的顏色是什麼 都可以 還有呢 如果萬一 你剛剛發現 這個角度這樣我不喜歡 請問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點到它 你看 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105我們剛剛用打的 是不是那個弧度 所以如果說萬一你發現那個牆的弧度 不是我們要的 你就從這邊稍微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 使用上 方式上 有沒有都一樣 所以你只要把牆壁做好了 這樣就進來了 有牆壁 該有窗戶 跟門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它厲害的地方 這也是 它的強項之一 因為 有很多軟體 這一塊就比較多 你看這裡有沒有門跟窗 請問 門 窗要不要打動 好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好 這個 三扇的法國窗 給你來一下 誒 一放 登登 請問 洞有沒有打好的 有沒有 你有沒有偷看到裡面 這樣有偷看到裡面嗎 哈哈 它只要拉過來 洞就把你打好了 就這麼簡單 不用打洞 不用特別打洞 那 但是有一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請問這扇窗是向外開還是向內開 這個是向外開的窗 對不對 那 如果呢 你在拖曳的時候 你往裡面一點 有沒有 變成向內開 這樣了解嗎 就是你窗戶門啊 放進來的時候 靠裡面一點跟靠外面一點 那個符號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像 我就找一個那個門的部分 我們往下走 這裡有這個 有沒有 小窗戶的 然後 五點窗戶 這拱形的 你如果要擺在上面 也不反對啦 反正放進來 你的大小自己調好就好了 大小自己調好 那 我往下走 找個門 門 門 你們家的門 有沒有 靠裡面靠外面不一樣 對不對 你要向內開的 門就像這樣就做好了 當然 它的門的部分 有的是有打開的 那 有一部分就是像這樣 就關起來的 所以你如果要打開的 你要找那個 有開門的 有沒有 像這個也是有打開的 這個也是有打開的 這是露台的 好 再找一個 風情折門 你們 你們家的我比較好玩 有電梯 這裡有電梯 自己看要放哪裡 然後電梯這是裡面 這是外面的門 OK 然後 我們往下走 我記得 這裡有開門的 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是有打開的 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如果你搭出來一點 這樣就外開了 可以嗎 也算聰明 應該還算OK 那家具要怎麼擺 你們家自己隨便買 好吧 看你喜歡哪一種 請你自己把你想要的家具 這邊有很多 家具自己買 那麼這裡有一個 還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這個地板 剛剛這個地板 是不是整層樓 都是同一個材質 就同一片 可是平常我們事實上 室內是有 稍微區隔開來 比如說 這是臥室 然後這是廚房 然後這是那個什麼 那個浴室 請問地板材質都會一樣嗎 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可以加隔間 你看 我們在這邊 一樣用牆壁 我就把它做一個隔間 有沒有 你可以再隔出來 為了方便你做 做那個裡面的地板 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先把它封閉 你先封閉 然後呢 等到你那個地板做好 你假設這個牆壁 我就是不要隔間 我只是簡單的 我區隔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拿開 你看我們在這邊 一樣回到這個房間 兜兜 裡面就有一個 這樣了解了吧 你就把你要的那個隔間 把隔牆出來 那裡面你要有電視啊 對不對 有起居室的 有臥室的 你要什麼床 自己先找找 沒有的 在上網找 一切免費 來 還給你